葵聰6號貨櫃碼頭 星期三發生奪命工業意外 62歲姓劉男子殘租龍門架剪斃 香港運輸業總工會主席蘇柏燦表示 死者不是貨櫃碼頭的工人 而是工程公司的員工 現場因需要鋪設水泥露面 死者獲派去上址工作 在臨收工之前發生意外 據了解死者生前有高血壓問題 不排除他病發雲島 而龍門架移動時將他展過 老公署發言人對事件表示高度關注 對家屬質疑深切慰問 並且經向有關處所的占用人 及承建商發出暫停工通知書 停止使用攝氏的輪胎式龍門架起重機處理貨櫃 以及進行運營土底戰 及輪胎式龍門架起重機道路的重建工程 直至處方信立已採取措施 消除有關危害才可以復工